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 看到了拜登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一封信 看到拜登这封信 我马上脑海里边就跳出了一首诗 这首诗是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里边的开篇 我觉得《红楼梦》开篇这首诗 真是非常适合拿来形容拜登这封信 满指荒唐言一把心酸泪 兜云作者是谁解其中位 为什么我认为这首诗形容拜登这封信最合适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拜登在这封信里面写了什么 为什么我认为这封信是满指荒唐言 我们把它当中的一些谎言 也跟大家来拆解一下 拜登在礼拜一的早上写信给国会的民主党人 表示他要坚持竞选到底 因为现在有一些民主党的国会众议员 已经公开声明希望拜登能够退选 据说国会参议院当中有一些参议员 也在私下在讨论这个事情 拜登向他的批评者发出了挑战 说如果他们希望拜登退选的话 让他们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去挑战拜登 拜登写完这封信之后 意犹未尽 他还最后在MSNBC的早上的一个节目当中 还电话连线 再次重申自己拒绝让位 我们从拜登写完信 还要接受电视台的访问 然后还要再次强调自己绝不退选 拜登真是急眼 为什么急了 因为除了有这些金主 一些民主党的国会众议员 一直在劝拜登退选之外 我想对拜登影响最严重的是一众的媒体 为什么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 可能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 拜登已经落败了 我们知道这些媒体一编导的认为 拜登应该退选 他所造成的影响 会是让美国的民主党的支持者和中间选民 可能在接下来投票当中不信任拜登 因为这么多媒体每天都说 拜登年纪太大了 拜登的认知有问题 包括帕金森政政庄家到白宫八次之多 说明拜登确实在认知能力上出了问题 如果这样的人当总统 美国选民能够放心吗 很明显美国选民不会放心 那么即使过去一些民主党的支持者 他支持拜登 但是他收到这个信息之后 他在投票的时候也会产生犹豫 他们未必会把票投给川普 最大的可能性他们就不投票了 所以说拜登现在看到相关的媒体 一边倒的劝他退选的是急眼 但是媒体当中释放的信息 有一个对拜登来说是更加致命的 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很多媒体做了民调 说拜登跟贺锦丽 就是拜登的副总统 在选民当中的支持度不相上下 而贺锦丽战胜川普的几率比拜登更大 如果是贺锦丽在民主党支持者当中的民调 跟拜登差不多 那这后面必须一定会产生一个问题 那我们还要拜登干什么 就是拜登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替代者的话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拜登 特别是他最近又发现他的认知能力 确实比大家所了解的更加严重 所以我想关于这一点 是令到拜登急眼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拜登写这封信给国会的民主党人 他真是只写给民主党人看的吗 如果是的话 拜登就不用把这封信公开了 其实拜登是利用这封信来作为他竞选的一个动作 他希望通过公开他给民主党人写这封信 信中的内容 拜登一直认为 他是美国民众选出来的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最起码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投票选出来的总统候选人 你们就是指国会的民主党这些议员 一定要尊重民意 再有他告诉这些民主党人 我在任内做了什么什么的好事 而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美国会如何如何的陷入灾难的地位 他无非想利用这封信来向美国选民再做一次他业绩的宣讲 我们来看他写了什么 首先拜登在信里面说 他说民主党举行了提名过程 他说他获得的选票占整个提名过程的87% 遥遥领先其他人 成为民主党的预定提名人 拜登问难道我们要忽视选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吗 我同意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还是其他的政党 都不可能忽视选民表达意见的权利 但是拜登先生 在你进行初选的时候 你确实是拿到了87%的民主党的支持的票 但是问题是这些人投票给你的时候 不知道你的认知出了问题 他们没有看到你在那天辩论当中的表现 那么如果他们今天看到你这个表现 他们知道帕金森的专家到白宫八次之多 你觉得这些选民会改变主意吗 如果他们改变主意的话 这是不是民主表现的一种方式 你要不要尊重这个民意 所以拜登在这里又是通融转缝的方式 我之前得到的支持率 所以决定我现在不能退选 但是问题是这些人投票给你的时候 他们没有看到你辩论的表现 也不知道现在这么多你身边的一些幕僚 或者一些民主党的重要人物 透露出你的身体确实出现了这种状况 其实选民无非是为你好而已 但是拜登说我拒绝这么做 民主党的选民对拜登寄予了信任 这是他们的决定 拜登说这不是媒体 不是专家 不是金主 只有选民能够决定民主党的提名人 现在对拜登提出质疑的 恰恰就是媒体 还有一众的专家 还有金主 但是我想问拜登先生 如果你没有媒体的帮助 没有金主的帮助 没有这些所谓的策略专家的帮助 你觉得你在2024的选情 真是会这么顺利吗 拜登说我毫不怀疑 我能够击败川普 好以下拜登开始撒谎了 我们一个个谎言 来跟大家来搓穿一下 拜登说我在2020年承担了重担 当时这个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 如果各位2020年 你生活在美国的话 你看到美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了吗 我相信有一些拜登的支持者 你会说 你没看到那些川普的支持者 冲进1月6号冲进国会 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对 但是那是在大选投票之后 因为美国很多选民 对当时的选举出现的这么多舞弊的嫌疑 他们认为因为有这种舞弊 而政府执法部门又不做调查 所以他们对选举的结果提出了质疑 他们试图阻止当天在国会通过的选举人票 那么当时的美国何来的岌岌可危呢 如果没有这场选举当中出现这么多舞弊嫌疑的话 会有1月6号冲击国会山庄事件吗 而经济呢 确实当时美国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美国的经济出了问题 但是我想问哪个国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经济不出问题 而在新冠疫情之前 美国人的当时的生活跟现在相比 最起码通货膨胀没有这么严重吧 当时川普领导之下的美国 同样失约率也非常低啊 而美国在国际的地位有所下降吗 虽然川普跟很多盟友都吵了架 最终这些盟友 不是后来还是要屈服于跟美国所达成的协议 比如说北约 不是很多国家还是把他们的国防开支上升到2%吗 而这个动作减轻的是美国纳税人的负担 美国何来的出现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呢 所以这是拜登在信中第一个撒谎 第二个撒谎呢 他说Mega共和党和富人站在一起 和大企业站在一起 而我们他指他和民主党人和美国劳工站在一起 那我就想问拜登执政这几年 美国通货膨胀如此的严重 他到底是伤害了劳工还是伤害了富人呢 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 富人他到市场去买菜 一斤肉一斤菜贵了一两块钱美金三四块钱美金 富人会在乎吗 恰恰他们是富人所以他们不在乎 而美国的劳工阶层却非常在乎 拜登执政这三年多的时间 美国的通货膨胀如此的严重 这里边固然有新冠疫情的影响 但是跟拜登的乱花钱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 还有跟拜登滥发福利的政策更加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拜登吹嘘自己 他把美国工人最低的时薪往上调高了 并且他特意在发放失业救济金和有关在新冠疫情当中的一些 对美国人补贴方法他特意发的很高 这是拜登亲口说的 我故意这么做 让这些老板们如果想让员工回到工作岗位的话 老板必须付更高的薪水 这些人才会回到工作岗位 这也是为什么新冠疫情的后期美国很多企业请不到员工 只好提高他们的薪水 这个提高薪水真是让劳工的生活水平有所上升吗 美国已经有相关的研究机构做出一个非常确定的研究 就是拜登确实提升了美国工人最低的时薪 但是这个最低时薪的提升的百分比跟通货膨胀的百分比相比 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 就是因为通货膨胀让美国人提高的薪资 不但没有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 还让他们的生活压力更大了 这就是美国的现实 所以拜登在这个封信里面再次撒谎 美国共和党跟大企业跟富人站在一起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执政包括川普 他执政的时候他确实对这些大企业有各种支持的措施 但是不就是因为这些大企业他们的发展 他们的生意不断的做大 才为这个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 才让在这些企业工作的人有了更好更稳定的收入吗 而今天表面上看拜登说他创造了1500多万个什么就业岗位 这些就业岗位其实你看看统计数据 他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很多企业关闭了暂停了 后来重开之后提供这些就业岗位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话 这些岗位本来就存在的 所以这是拜登杀的第二个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谎是什么呢 共和党要坚决废除可负担医疗法 什么叫可负担医疗法 就是那个奥巴马健保 他说这可能会让4500万美国人 失去他们的保险 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拜登说的这个川普 或者是共和党要废除这个可负担医疗法案 也就是所谓的奥巴马健保 就说了对不对 对 但是川普为什么要把这个奥巴马健保 给废除掉呢 以修杰我个人为例 2009年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当时我的个人医疗保险 大概是300多不到400块钱 而今天我的医疗保险 已经超过了1000块钱 同样的医疗保险 同样的一个计划 我们付出的钱要比以前多了三倍 并且在这个计划当中 过去我们所能够享受到的一些条件 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么像这样的医疗保险计划 为什么不应该废除呢 奥巴马的健保 确实让过去一些不买健保 或者买不起健保的人得到了他们的医疗保险 但是那个医疗保险提供的保障 第一非常低 第二 为什么奥巴马的健保计划 可以向这些人提供健保计划呢 是因为我们这种纳税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在医疗保险上 我们增加了我们的开支 我们的税务负担增加了 所以才会有奥巴马健保 能够让这所谓的4500万人得到了健保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这些人 要付出我们的健保费呢 比如说在加州 有很多拿这种白卡的一些享用者 他们本身就是非法移民 为什么我这个合法的公民 我这个合法的纳税人 要向他们致付这部健保费呢 如果奥巴马的健保计划 是联邦付这笔钱 我没有意见 但是现在因为奥巴马的健保计划 出来之后 每一个中产阶级 每一个工薪阶层 他们的健保费都升高了 这恰恰是民主党 给美国民众带来的负担 而不是一个福利 接下来呢 拜登还说 川普透过拒绝向黑人提供 租住的房屋而致富 如果在座有拜登的支持者 你给我解释一下 拜登所说的川普 透过拒绝向黑人提供 租住的房屋而致富 事实依据在哪里 拜登说他计划在美国建造 200万个新住房 来解决美国人的住房困难 那我想问 你建造200万个也好 你建造2000万个也好 你最好能建造2亿个 我相信我也能够享受免费住房 那我只问一句 你建造这个住房的钱 哪里来的 我们加州为游民 为无家可归者建造的这个房屋 简简单单 一张床一张桌子 这么小的一个房屋 居然要花45万 请问拜登 你要建200万个新住房 你要花多少钱 关键钱从哪里来 如果你说联邦来支付 那么美国联邦开支 美国联邦债务的上限 你还能降下来吗 好 拜登接下来说 我们就是指他和民主党 正在降低家庭成本 有吗 在哪个方面 降低了家庭成本的开支 他说 从医疗健保到处方药 我在拜登执政这四年 我个人的健保 每年都有10%到15% 甚至20%的 这个价格的调涨 至于药物 我过去服用的一些药物 现在已经不能够用原价来支付了 我只能付更多的钱 我才能吃到那种药 如果不行的话 你可以用原来那个价格 吃到一种 可能是几年前的药 可能它的药效 跟以前的药相比 可能会更加差一点 或者说你本来吃一颗药 现在要变成吃三颗药 这三颗药加起来 才等于过去那一颗药的药效 他说共和党所提议的都会增加大多数美国人负担的成本 川普执政这四年当中 我个人除了因为奥巴马健保的医疗成本增加 从这个油费到食物的价格 我没觉得有明显的变化 恰恰是在拜登执政这四年 美国的通货膨胀 让我们每天加油 每天购买生活必需品 都感觉到物价在上涨 拜登接下来他又杀了一个谎 说川普和共和党人 正在夺走美国人的自由 史上第一次 他们从美国人手上夺走了一项基本的自由 推翻了罗素伟的案 川普推翻罗素伟的案这个事情 我们客观的说 川普所任命的大法官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当中 他们投票支持推翻罗素伟的案 川普固然说这是他的功劳 因为他任命了三个保守派大法官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 推翻罗素伟的案是剥夺了美国人的自由吗 或许你可以认为他剥夺了女性堕胎的自由 但是问题是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素伟德案的判决的结果是 要把堕胎权还给各州 各州来制定你们州的法律如何来规范堕胎 比如说是六个礼拜就不能强行堕胎了 或者是八个礼拜还是更长的时间 更短的时间 这个权力只是交到了各州而已 无论是川普还是联邦最高法院 没有剥夺美国人的自由 如果你认为州的立法机构剥夺了你堕胎的自由 很简单 你在选举当中把票投给他的对立面 把这些剥夺你自由的州的议员给拉下马就好了 这跟川普剥夺你的堕胎自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拜登还在他的信里面说 川普的减税并且是为富人减税 那就我想问了 川普当年的减税计划当中有写说富人减税多少 穷人减税多少 没有 川普是对美国的税率进行了一个下降 一个减少 而这个税率 一个共同的税率之下 富人因为他们财富比较多 他们减税的绝对数字当然就比较大 而一般的平民他们的财富数字比较少 所以他们在同等的百分比之下 他们减税的绝对值 当然跟富人相比就少 这恰恰是体现了美国对所有人的公平 美国要对平民 要对穷人公平 那美国为什么要对富人不公平 如果一个国家对富人不公平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还会产生富人吗 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产生拥有巨大财富的人 这个国家的经济会是正面向前发展吗 共产主义告诉你说 人人都平等 包括财富 那么现在哪个国家实现了共产主义呢 所以拜登在这里面再一次撒谎 他说川普只向富人减税 我们很清楚川普的减税法案在国会通过 是向全体美国人或者是所有美国的公司 划一的有个百分比的减税 而拜登的加税 拜登上任之后 他一直说要增加美国富人的税 到现在没有增加 那么如果拜登在连任的话 他能够说富人 比如说一个企业 你超过多少钱 所以你的营业税 你的企业税就会百分比高一点吗 你如果看过拜登的减税计划 拜登也没有这么说 他只是说富人超过多少财产的可以减税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所谓的富人超过多少财产减税 是过去历任的总统当中 有一些民主党人曾经提出过的 但是提出来之后 为什么没有做到呢 因为富人有一万个减税的方法 他们可以请最好的律师事务所 他们可以通过各种的计划 而请最好的律师事务所 和通过各种计划的前提 是你要有足够的财富 所以最终所谓的给富人加税 富人不但没有加税 而一般的美国的平民 一般的中产阶级 却在这个加税法案当中 不可避免的受到伤害 拜登的这封信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谎言 但是呢 这两天我们在媒体上看到 因为拜登的选情告急 那些支持拜登的机构 也在这个媒体当中呢 也释放了很多谎言 这个呢 有很多观众朋友在节目当中 在留言当中呢 也有问 比如说 美国有一个2025计划 观众朋友问说 这个2025计划 川普是支持的 这跟川普是有密切关系的 如果有的话 这是不是说明川普上任之后呢 他将会推翻美国的民主 有关这个2025计划呢 我们另外节目再跟大家去讲 什么是2025计划 而川普呢 跟他又是什么关系 最近我看到纽约一个顾问公司 叫战略风险 他的执行长呢 史东费在美国的巴龙周刊 发表了一篇文章 说混乱的美国大选 将会为中国带来机会 无非就是说 川普上台之后呢 他更加愿意跟中国去进行谈判 更加愿意跟中国做交易 其实我们也十分清楚的看到 从川普的执政历史 到拜登的执政历史 认为川普上台会向中国屈服 会跟中国做交易的 很明显又是个谎言 如果是的话 川普在他的总统任内 就已经跟中国做了交易了 但是恰恰 美中关系的负面转折 就是从川普开始的 再来就是所谓的 北约国家领导人 纷纷准备为川普上台做应变 因为他们很怕川普上台 川普上台之后呢 就会跟北约国家 跟欧洲国家 发生很多的矛盾 我之前讲过了 川普当年确实有跟北约 有跟欧盟吵架 最终呢 北约和欧盟 不是完全按照川普 对他们的要求做了吗 现在北约峰会 马上在美国召开了 我们看看北约峰会的内容 我们知道 川普当年针对北约所提的要求 他们到底是反对呢 拒绝呢 还是现在已经执行了 我们看到答案是已经执行了 所谓的一些新政府的 潜在的内阁官员 纷纷来美国跟川普见面 我觉得这一点呢 是非常正常的 我相信有很多国家的一些政府 他们的顾问 或者他们私人代表 也在这段时间呢 有跟民主党和共和党 两位总统候选人见面 为什么呢 要了解他们的政策 要为未来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当中的 一位上台之后 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要做什么样的政策调整 做一个准备而已 拜登上台 这些国家有要应对的问题 川普上台同样 他们也要应对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看到拜登这封信呢 我们只能说 拜登现在还是在竞选活动当中 靠谎言来欺骗美国的选民 把他塑造成一个 把美国经济带向正确的方向 为美国的民众降低了生活成本 而川普上台就会出现灾难 什么灾难呢 川普会破坏民主 如果你支持拜登的话 你不妨告诉我 川普在任内如何破坏了民主 美国有哪一个民主的元素 被川普破坏了 而2020年出现这么多选举的舞弊 它是不是破坏民主的这种表现呢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